我们现在就看双峡的绕色图样 记住这是绕色 这个一条一条 这个是干色 干色 那我们再把每一个峡峰当作一个单峡峰 它就有绕色 对不对 绕色 那它的intensity应该是 ceta的intensity是等于当中maxima 当中最强 我们用这个单峡峰干色 当中是用im 用双峡峰的时候是用i0 反正都是代表最强 那现在就用最强 i maximum来表示 然后它有cosine 它又有 它又有这个 这个是干色 然后这个是绕色 这个是绕色 这两个在一起 任何一个是零 它就是零了 因为两个相成 任何一个是零 它就是零了 那么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个值 把它写成这样子了 i maximum 你要先写这个也可以 先写这个也可以 cosine pi over lamina d sine theta的平方 然后再来一个 sine pi over lamina 的平方 两个合并在一起 在theta这个角度 它的强度是这个东西 是这样子的 ok 好 那么我们再来就看这个 好 单小缝 ok 好 单小缝 好 我们看这个中间 极大 central bright central bright 这个是 第一个极小 第一个极小是m等于1 这是m等于1 这个地方第一个极小 那这个是central bright 那我们知道 它的极小呢 是a sine theta 要等于m lamina 我们看 第一极小 第一极小就是 central bright central bright 两边 出现的 第一次的 intensity为0的地方 第一极小 它是m等于1 我们令 m等于1 令这个theta 等于 就是m等于1 就是m等于1的时候 这个角度是theta 1 于是我们就有a sine theta 1 要等于1 1倍的 lamina 那么 sine theta 1 它就 马马虎虎 等于 theta 1 因为这个角度很小的关系 所以呢 它是等于 lamina over 8 lamina over 8 这个是 central bright central bright 那你看这个角度啊 要够大 你才看得出来 它有这么一个宽度了 如果这个角度太小 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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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不出来了 看不出来 或者说 这个角度 大的不得了 那整片都是亮的 你也看不出来 所以说 这个theta1呢 必须是什么 也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小 就是以这个 a跟lamina的比值来看 如果a 比lamina小太多太多 也看不到 因为那个时候的 因为我们看 你a越小 theta越大 a越大 theta越小 如果那个霞峰的宽度越窄 那这个宽度就很宽很宽很宽 很宽很宽很宽 就看不出来了 那你根本就 就是一片都是亮的 看不出一个条纹出来 如果说 lamina比a 小的很多很多很多 几乎是零了 你也看不出来 这个是零 那旁边的跟他呢 挤在一堆了 你根本看不出 他有中央极大 再来有一个刺极大 再来一个刺极大 看不出来 所以说 他的宽度 必须是 霞峰的宽度 要跟lamina的宽度 比起来 也不能比他小太多 也不能比他大太多 双峡峰也一样 双峡峰也是一样 我们上次也写过他的 这个是 这个是D 这个是A D 这个 也是这个M等于0 这个M等于1 M等于1 那这个角度 我们就算它是 C的1 那他的量文是这样子的 Sine D C 它 要等于 M Lamina 这是量文 这是暗文 这个是量文 第一条量文 那就是M等于1 Theta等于Theta1 这是 第一量文 就是中央极大旁边的第一个 不是第零个 那么 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就知道 SineTheta1 要等于Lamina 因为这个M等于 A 这是D D SineTheta1 等于这个 M等于 M等于 SineTheta1 所以SineTheta1 它也差不多是等于 Lamina overD 也是一样 你这个双峡峰 D 很宽 这很宽 那这个 条文就很挤 很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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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堆 你根本分不出来 第几条了 对不对 分不出来了 所以 这个不能太宽 那 就是不能比Lamina大很多 那这个呢 你这个东西一定是 SineTheta 那你这个 SineTheta1 这个跟这个 都是指它的第一次 第一个刺激大 这个第一个刺激小 这个第一个 不是第一个一条暗文 第一条暗文 这是第一条量文 还有就是 你Lamina也不能比D大太多 大太多 这个Sita Sita1要很小了 你不能很大了 不能很大 那就是说 你SineTheta等于Lamina over A 你Lamina不能比A大了 Lamina不能比A大 就是说 你这个 你的 颇长 绝对不能比这个霞峰大 霞峰大都看不出来 所以 这个呢 是这两个的 宽度 霞峰宽度 跟两个霞峰之间的距离 与 它的Pattern的关系 这两个如果 在一起看 在一起来看 如果你这个A 是这么大 固定了 它的Central就是这么大 如果这个时候 它的双霞峰 双霞峰每一个都是那样子 如果D很大 就是说 这两个霞峰距离很宽 结果呢 它这个里头的干涉条纹 干涉条纹就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量纹 那么如果说 你这个很小的话呢 那干涉条纹的距离啊 就很大 对不对 你这个 这个是一样 宽度不变 那你这个很小的话 距离很小 里头条纹就多啊 你这个距离很大的话 条纹就变少啊 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两个的关系啊 回去以后 你们仔细思考一下 那么这个是 干涉条纹 跟绕涉条纹之间的关系 好 底下我们要来做一个题目 就是 我们看这个 我们从这个地方来 我们说这个intensity 是 intensity是这样子表示法 那么 那么这个里头 就是说 这个中央 极大的这个 绕涉条纹里面 有几条 干涉条纹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当作是一个envelope 好像一个 一个信封套 里头套的几个 这个绕涉条纹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看这个 D跟A的关系 D跟A的关系 反正这个只有一条了 这个就是一个 里头有几个 几个M 几个M OK 好 那么 我们 刚刚刚是讲到这里 好 从这里来看 好 我们从这个 从这个关系 我们知道 D sin θ 要等于 M Lamna 好 这个是 干涉 条纹 干涉条纹 然后呢 A sin θ 等于 一个Lamna M等于1 那就是 Central Bride的宽度 中央 绕色图案 中央 极量区 这就是 中央 极大 的区 好 我们把这两个 比一比 over A sin θ 要等于M 等于M 那sin θ 跟sin θ 约掉 我们就有 D 比上A 始终要等于M 好 D比上A 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 第几条 第几个 除了Sentral之外 第几个 是固定的 D比A 就是 就是这么多个 就是这么多个 OK 好 那么 当然看这个笔直了 看这个笔直了 这个当中的这个 就是看这个 笔直而定 OK 好 那么这个是 我们看到这个 当中 Sentral Bride当中 到底有几条亮文 我们可以从这里 从这个关系 看出来 接下来 我们要看一看 这个 我刚刚讲的 如果是一个圆形的孔径 而不是一个单狭缝 不是一个狭缝 而是一个圆形的孔径的话 那么它的绕色图样 是什么样的 然后它的关系是什么 圆形孔径的绕色 它就是 Difflection from from a circular aperture 就是说我们这个 slit 是一个圆孔 是一个圆孔 圆孔 slit是一个圆孔 那么它的孔径呢 直径我们就是用 a来表示 当光从这个 圆形的孔径里面 绕色出去的话 那么它在这个 我们用diameter好了 这个是diameter diameter 圆形的孔径 那么它也会在这个地方呢 产生 这样的patter 我们刚刚说 它这个patter 不是 不是长条形的 它的量纹 是一圈又一圈 一圈一圈的 这个 环状 所以它的量纹呢 是这样子的 量纹是 当中是量的 然后呢 再来 一圈又一圈 这样子的 ok 好 那么 我们发现呢 它这个theta 到第一圈 这个地方 好 theta 那么它是 满足这个 sintheta 要等于 1.22 个 laminar over d 我们不讲它的来源 就是说 它这个时候的sintheta呢 跟波长 跟你使用的这个坡的坡长 跟这个 aperture 它的diameter之间 有这个关系 这里有一个 1.22 ok 好 那么 它的 比如说 这是一个点 如果这是一个 点光源的话呢 到我们眼睛里头来 那你就看到 哦 这有一个 有一个这样子的 那就是一个点 你怎么看到一个 人的形状呢 怎么看到一个 人的形状呢 人不是很多点吗 对不对 反射的光 到你的眼睛里头去 好多好多好多点 就在你的视网膜上面 就有好多这种的像 叠在一起 主要就是看 这个 这个如果堆成一个 人形的话呢 你看它就是人 如果堆成像一个狗 那就是狗了 你看起来就是一只狗 所以 所以在我们眼睛里头 成像啊 就是由这个 呃 pattern 所组成的 好 那现在 呃 我们 看一看这个 有一个问题来了 如果我这里画两个点呢 两个点 我问你们 你们把眼镜摘掉看看 这是几个点 几个点 能不能看到两个点 看得到就算很不错 如果 如果 我再画近一点呢 再画近一点呢 你还看得出来呢 更好 好 那么这两点 到你的眼睛里头 它会成像 它成像是什么样子的呢 成像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 这个是一个 circular aperture 这个 好 那现在我这里有一个点 这里 也有一个点 好 那 我让它成像在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个光线一直射过来 就好像这个 中间这条一样 这条一样 好 那么它就会在 这个地方啊 产生 一个 Diffraction pattern 好 那你 这一条呢 它也在这里产生一个 好 这个极大跟这个极大 我这画的不一样 应该一样大才对 你如果能够看到两个 波峰 你就分得出这是两个点 如果你这两个叠在一起 比如说像这个样子 我们画垂直的 一个是这样子的 另外一个是这样子的 那合成以后呢 它可能会这样子 这样还是可以分得出来 如果太近了 太近了 那你合成以后就变成一个 一个波峰 根本看不出来 根本看不出来 好 重叠多少 我们刚刚好可以看得出来 重叠多少 刚刚好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基准 有一个基准 叫做 叫做 Riley's Criterion 叫做瑞利 瑞利是人的名字 基准 他认为 他认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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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涉条文 他的第一个极小 这是他的中央极大 另外有一个 就是说 他的中央极大 在这个极小这里 他的中央极大 在这个极小 这个就是 刚刚好可以看得出来 你越分开的话 越看得出来 你再挤一点 就看不出来了 这叫Riley's Criterion Riley's Criterion 所以那么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 那么在Riley's Criterion里面呢 那他就是 Sine Theta 如果正好是这个样子的话 你看这个极大 到 这个我们另外画一个 另外画一个 另外画一个 好 这个是Theta 这两个物体在这里 Theta 这个是Theta 刚刚好看得见的 叫做 Riley's Criterion里面的Theta值 这个Theta 正好是 你看 一个在极小 跟这个 极大跟极小之间 极大 另外一个就是 我这画的不好 怎么画到这里去 这个应该要画的 极小这个地方 画到极小这个地方 好 那么它就等于 正好 1.22 Limina overD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麻麻糊糊糊看成 Theta 就是说你这两个的 到这里 以后 它的角度 要满足这个关系 就正好看得见 所以这边也要 也是Theta R 那你去看看 这个人有多远 在多远的时候 这个Theta 可以跟这个Tangent 有关系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两个距离多远的时候 我正好这里 可以看得见 我们以后会做立体 给各位看 好 这个 叫做 鉴别率 就是我们 看东西 刚刚好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就看得到 看得到 这个叫做 鉴别率 Resolving power Resolving power 或者叫做 Resolution Or Resolution 这个叫做 你刚刚好能够 把它 鉴别出来 刚刚好可以 鉴别出来的 那个角度 OK 那我们看你 这个鉴别率 当然就要满足 这个关系了 Theta R 等于1.22个 Laminar D 就是正好 一个极大 在另外一个极小上面 压的极小 另外一个极大 就在这个的极小上面 刚刚好看得见 鉴别率 你们都喜欢 喜不喜欢照相 大概每个人都有一个 现在大概都有一个 数位照相机 数位照相机 很像那个傻瓜照相机 傻瓜照相机 那种 专业的人士 摄影人士 他的这个镜头这么大 这么大 他照起来得很清楚 你照一个人 在头发一根一根都看清楚 远处的树叶一照起来 一片一片都好像看得很清楚 但是你用傻瓜照相机来照 人看起来好像是这个人 只是很像而已 头发看不见了 看不清楚了 那照树叶呢 后面的树啊 有一重树 那个形状是那个样子 树叶看不见 这傻瓜照相机 为什么 专业照相机好贵啊 单眼照相机好贵啊 傻瓜照相机那个镜头啊 好像老鼠的眼睛那么小 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原因 这个就是镜头的孔镜 你这个 单眼照相机 孔镜越大的 低越大 那这个C的R越小 C的R越小 就表示你这个东西 一定的距离之下 你这个间隔可以越小 它都看得到 OK 如果孔镜很小的话呢 那这个C的R 你要看得到的话 这C的R就要很大 就要距离 相当的距离 你才看得 看得 才分辨得出来 这个就是 我们 仪器啊 照相仪器 这孔镜 越大 你就看得这个越清楚 就是这个道理 就这个道理 OK 你不要想用这个傻瓜 照相机啊 照出一个很清晰的 这个这个 照片 看那个不可能的 那么 这是鉴别率 鉴别率 当然我们仪器 都用孔镜来分别了 那人的方面呢 你看 你跟我都一样啊 那我们瞳孔 也不见得说 大小就 大小就 差很多啊 那为什么有的人 看东西 那么不清楚 有的人看得那么清楚 这是鉴别率啊 当然这个 跟其他的 有关系啊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因人而异啊 因人而异啊 同样 baby 我们不要说我因为电视看太多了 书看太多了 所以视力变差了 那么 小孩子有的 一般 都要 同样的环境 生长出来 他的鉴别率还是不太一样 那 这天生有关系 人跟动物也不一样 动物啊 有的 眼睛好的 鉴别率啊 特别强 像老鹰啊 老鹰飞在高空 好高好高的地方 他是找地面上的东西 我们都听说 老鹰抓小鸡 你们大概都没看过啊 我们那个时代都看得到啊 小鸡好小一只啊 在草丛里面 老鹰好高的地方都看得到 他的鉴别率啊 厉害得很